这是什么,有道吧?有道吧? 有道,我们本来这个视频拍的是 表扬他们这个设施店不错的 我们的总成也是在这里换的辨识箱 结果我们交车出来,这时候发现 真的好气氛,等一下,我把那个拉到搭去吧 这个有一个装进去的凹痕 大家都知道我们来4S店做保养 或者是修车,一进店维修部的话 首先他就接车,都有一个程序 要检查你的车子的周围,是否有破损 当时检查的是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有个刮痕 然后捕了一点点,自己捕了一点漆 这个是登记了的,外观检查表 然后其他的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也就去做了保养 然后等我们拉车的时候 我刚好从这个后面绕过来 就觉得这个地方很明显 就凹进去了 哎哟,就是做保养都是过程中刮蹭的 但是因为我当时也交了钱 已经付了费了 再去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要我看监控啊 那个视频我们没看完 我估计也看不出来 因为不可能全程跟拍的 我们也不想看了 像今天我出现这个问题 其实是个小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态度 因为我们交车的时候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而我拉车的时候 车子出现了刮蹭 另外的刮蹭 你4S店 并不是说要我一个客户去跟着你去看监控 这是你们内部去处理 内部去处理 哪一个4S店都不会像有到这样 有到这样 真的是很气愤 他说你看没 这个地方 他都登记了 他说这个地方居然说是疏忽 你说气人不 这么明显这么高进去的 摇草刮蹭 我们要的就是个态度 就算是疏忽 也是你4S店工作人员的问题吧 我们不可能会这么一个地方去讹你不 对 这么小一个问题 你自己你拍个特写 你看这些都觉得还在上面 刚才那个4S店 漆皮都在上面的 他用手还放手去用指甲去蹭了 蹭掉了好多 还有就是你看像我 像我的挡风玻璃上面 这是被一个小石子 撞的一个小小裂痕 当时它那个外观登记表上面也没有 我如果要讹你的话 我不讹这个玻璃啊 因为它那个上面也没有登记这个 我不可能吧 我就是为了这么几十块钱 我去讹你 我只要就是太多 11月22 这就是我本身的问题 就是我的问题 我从来想都没想过 要去找4S店 因为它这上面登记的也没有啊 也没有登记啊 对我们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希望湖南有道内部自己好好整顿一下 太不行了 气候 车不是说买了就没事了 最重要的是售后 如果是只是买车不考虑售后的话 我去气贸公司买便宜几万块钱不香吗 这个什么茶 这红茶 好 拿一杯红茶吧 谢谢 谢谢 谢谢